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現在有一個分段函數 分段函數是這個 就是說當x大於等於1的時候 是這種關係式 y等於1-x 當x小於多少呢 這是-1 當x小於-1的時候 是這個函數形式 y等於x平方 那麼他問說 這兩個函數值等於多少 首先這-2的話 你要代哪裡 -2它是小於-1 所以要代這個函數形式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-2的平方 所以這個是4 第一個是4 -2是4 這個-1 -1的話 就在這裡 因為它有等於-1 這個沒有等於 所以要代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1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-1 x的話是代-1 所以這是2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0 0它是大於等於-1 所以要代這個 就是1-0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1 三個函數值會不會這樣子 還有它要你畫出它的圖形 它的圖形的話 就是說 當你代等於-1的時候 這裡假設是-1 它的話呢 它的話呢 是一條直線 就是y 等於1-0 那我們先把它的端點 它有包括-1 把它的端點找出來 端點找出來的話 你要代-1的話 這個就是2 然後它斜率的話是-1 所以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有包括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它是 沒有 大於互一 大於互一是在這邊 它斜率是互的 斜率是互的話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大於互一的時候是直線 斜率呢 是等於互一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x等於0的時候 這個是1 當你x小互一的時候 它是拋物線 我們先把它的端點帶出來 當你x 就是等於互一的時候 帶進去的話 等於1 但是沒有包括 就在這裡 然後它是一個拋物線 它拋物線的話 它 Y 等於x比方 是什麼樣的拋物線 是這樣的拋物線 這樣的拋物線 然後呢 它是小於互一的圖形 所以是這樣子 那這一點沒有包括 其他這裡不算 所以圖形就是這個樣子 你小於互一的話 是拋線的一部分 那大於互一的話 是直線的一部分 所以圖形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會想說 我們一會兒 我們來做些個案 最後一會兒 Our next steps 找到我們 Cancelope 這是什麼 我們下一個